搞地沟油不管我的是什么 我就发了网上现在 灌装成那个假冒名牌的食用油 刚才我看你都差点吐了 不好描述那种感觉 大陆黑心油商还在 偷偷地购买地沟油原料 30年前 一位调查记者的报道 揭开了中国食品领域的 一个惊天黑幕 甚至有那个赤裸弹 瓶站 早上年我们来说现在有军炮 餐饮行业厨余垃圾中的油 回收后再次进入餐桌 这就是地沟油 当初报道这一事件的调查记者 在其后遭受了恐吓 威胁和绑架 更令人意外的是 新冠疫情期间 他多年前的报道 也在全网被下架 我这篇报道在疫情之前都有 去年还全联维查到了 今年新冠毒了 11年来 网上一直盛传 第一个报道地沟油的记者 已经被害身亡 当年他是如何调查地沟油黑幕的 地沟中的烧水油 又是如何变成实用油的 而他在报道中 又遭遇了哪些危险 请听王居博客 独家专访 中国地沟油调查第一人 邓世祥记者 就是你跟我们联系的时候说 你是全国第一个调查地沟油的记者 暗访地沟油的记者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当时啥了 1998年3月15日之前 没有人报道这个地沟油 怎么来的 怎么主上市民穿桌的 怎么提案的 没有这样一场空气 另外呢 当年得了全国晚报类新闻一领奖 也得了广东省好新闻三领奖 就是你当时调查地沟油的这个事情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报纸上都登了 但是一般的公众 我不知道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 大家都说 中国第一个报道地沟油的记者 后来被杀了 你看过这个报道吗 我看过 那那个人记者是一个洛阳的记者 姓李 他们都说他是第一个报道地沟油的记者 那你看了这个报道之后 那你对他这个当时报道地沟油的事情 有了解吗 就是说你跟他之间 那个谁报道更早 就是我在知病记者你采访之前呢 我查了一下资料 我报道地沟油的时候他才17岁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做地沟油的时候 李翔还没有成年人 也没有做记者呢 对吧 对 我是1970年9月27日出生 另外呢 我也是刚才才方便一下资料 在此前呢 有南方报的领导呢 在机会中说 你是我们南方都市报的首位交调记者 另外呢 我也看了个百头百科 地沟油事件 也跟我描述说是首位交调记者 南方都市报的 我呢 我当时我说这可能是领导 客气啊 领导招财我 之后我刚才就翻了一下资料 我还真是 嗯 那就是说你最早报道地沟油 在你们南方都市报上 是什么时间 准确的时间 1998年3月16日 哦 3月16日 那当时你们南方都市报 怎么想起来 要做关于地沟油的事情呢 这个是在1998年3月15日 是每年的消费者日嘛 当时的领导就开报题会 因为这个南方都市报 唱唱了一年 那个时候啊 很多人 包括政府机关 不知道他是哪里的报纸 甚至总因为我们是香港的记者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和老董沟通 那时候叫主编制 我和了主编 两个主编沟通 你们当时主编叫什么名字 我们那个郑主编叫官建 副主编是陈一舟 主任是任天阳 我是政科文卫组的组长 哦 事实上说是主编哈 那四番就是主编制了 那个时候因为二级单位嘛 哦 那然后报题的时候 你怎么想起来报这个滴沟油的呢 比如在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是在网中呢 小有名气的记者了 我搞了很多调查 调查呢 我说我今后我在写报道呢 我就要写一个政府和市民都接受的 就是关注食品安全 通过沟地安法 将一个水平安全给消费者 这样呢 政府接受 市民接受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家风中办到嘛 那么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然后说了后 和领导呢 一拍即合 然后呢 我就突然间想起来了 我此前呢 在广州天河宾馆 我安排了一个保安 在里面工作 他就告诉我呢 说 他当保安呢 不挣钱 他不如去取电地沟油 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地沟油这件事情是吧 我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们广州 广州有个文宅报 你们就讲述了 北京的 在同一时期 一家几口人 说这个油条就死亡了 然后呢 警方呢 就接受这个呢 就发布了一个 不复快的新闻 被我看到了 然后这两者 集合到我一块 我就决定呢 在这个方面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保安 给我汇报呢 说你看我们这边的 有个乡族民工 在给你挠油 他叫我跟他干 其实我就 当时我就了解他们 那个恋爱油人呢 叫陈师傅 耳中陈 叫保安给他干 事实上是刻套化 因为你在哪个地方 去带整个地沟里挠油啊 要给保安搞好关系 然后呢 我也知道呢 在当时有一个行规 就是 对所有挠油人 挠你的油 还要向你 交个几百块钱一个月 在那个 保安的介绍下 我和这个陈师傅 接上头 他是在 千和宾馆 拉油 他们练油的地方 是在列德 过去是在练油的地方 现在是最 中国最贵的地方 叫列德 然后呢 我就和这个陈师傅 见面了 那保安当时 介绍你去 这个见这陈师傅的时候 有没有跟他说 你是记者 没有 他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当时就说 我是千和宾馆的 经理 因为我在千和宾馆 大堂里拿了一摞 他那种 德式名片 我就去给了他 写上我的名字 名字当时应该是画名 给了陈师傅 然后呢 他就对我很客气 带我去掏油 这个是最关键的 然后我就见到一个 掏油是在哪儿掏啊 就在千和宾馆 千和宾馆和列德 都属于千和区 然后他在那个 画油池 就是现在每个酒店 都有画油池 他在那个酒店 画油池的掏油呢 我在去到现场 我见证他掏 就算就是一个 咬水的咬子 给那个盖子揭开 在这里边 咬 咬了后呢 咬出来的东西就是油 就是下水倒的油 我们叫灶水 就是做饭啊 这些灶水啊 还有油水啊 洗锅水啊 都放在那个画油池里 那个油 如果是新鲜的 就可以喂猪的 那在北方的这个油 就是会堵住 你的下水道的 那南方呢 它是成为一个液体 但是我就觉得很新鲜 那个时候 也没有什么介绍 我说你这个油 你拿到哪里呢 他说我们去齐利亚 齐利亚有一个大老板 被统一收购 我说你怎么能量呢 说我们齐利亚 水平很高的 都可以用着吃 能吃的标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整个证据都找到了 那你当时跟他说 你是天鹤宾馆的经理啊 他怎么会带你去看这个画油池呢 捞油那个位置 因为那个油池 我是经理 他这个油池就都会我管 他也继续掏油 他就要跟我搞好关系 因为我有保安背书 就是说你跟那个人介绍说 你实际上是这边的经理 然后呢 他这边给你讲一下 他这个捞油的过程 他以为只要给你一点好处 他就可以继续在这捞油 是这意思吧 对对 他应该说 他已经是给了好处 给酒店发 又给了谁 不一样 因为我是管理者嘛 那天我也特意穿了一身黑袭装 打了领带 我年轻的时候 也向着酒店到航给你 那一站 他就很融洽嘛 然后我也出的很到位 我就跟他说 你给我合作好一点 我会继续让你操 我还管你的地方 因为那个江河宾馆 当时是部队的 扩勤部管理的一个酒店 那么我说 我还有别的地方给你操 我说我要去看你的规模 留了话吧 然后呢 我把这些情况回去 您别着急 对 您别着急 我还没问完 就是说你当时这个画油池 那个里头的油啊 都是从哪来的 做酒店的行业啊 你每天你的产出的摊厨 汇料 液体都流向这个机构屋里面 至今啊 这仍然是中国餐饮业的 商铺的必要条件 有人来租你的商铺 专业的那些就会问你 有没有画油池 有没有烟囱 如果这个没有 这个铺就没有必要要了 这是必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专门把那个酒店的 剩下来的食物 扔到这里头来 是吧 对 那这个画油池在天河宾馆的什么地方 在天河宾馆的后边汽车厂的位置 它就离厨房不多远 那当时它从画油池里捞出来的这些油啊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比烧水的颜色越重一点 那么它通过过沥后 拿了一些大的沙子的过沥到外面去了 就是一种像酱油状 有的会淡一点 但是它就是像酱油状的一种液体 那它那个底下应该还有其他的食物的固体的东西吧 有有 甚至有那个四勒蛋 瓶针 早上年我们来说 现在还有冰盘 都有的 哦 是吗 那些灯 很脏的 脏面面袋子 那个时候呢 那个摘得到 它去就是粪坑水啊 那它当时说捞出来这些油 它就跟你讲 这个东西要拿去 把它提炼之后 又让人来吃了吗 它当时说的很隐晦 就说我们可以提炼出食中油的标准 拿到吃的标准 哦 那按从大按榜角度来讲啊 那你其实光看到这一步还不够 对吧 因为你其实并不知道它拿到油之后去做什么 对 我就是不轻易下结论 不敢逻辑自假 我又回去 又把这个情况 又给当时的主编 副主编 主管我的领导 要汇报 然后他们说 今天晚上就住进去 住到什么地方 就是跟着他们 你现在就去 那个时候呢 我有一辆摩托车 自己配置的 然后呢 我就跟上了他面油 转到列德村 他大概当时骑车 要走个几公里 然后呢 我就跟着他到了列德村 那你这会儿再跟着他的话 那你就没办法解释 你是这酒店大堂的经理了 因为我跟他说过啊 我要看他规模啊 我还要给他他的厂子 那个时候人 对机构油这个事都不警惕 现在想啊 也许这个陈师傅 这个油的流向在哪里 他最终端 他不清楚 他只是一个炼油人 他因为他背后 还有一个姓胡姓的老板 他在后面还终端 到湖南那边 我一直跟到湖南去了 再就想到 我就跟他到天河列德村 就是现在的一平方米 在疫情前 号称是十多万的那个地方 当时那个地方在太天 整个就像我们现在 看到中东战争场面一样 就像袈裟一样 一模一样的 当时呢 到了现场我还记得 旁边就有一个 用石棉瓦搭建的一个厕所 毛坑 它的旁边一个池子 这个池子是长胖体的 大概是一米成三米 那是这样的 一米这样 一组两组 然后他这输的油就倒进去 这个陈师傅呢 人 非常特爱这个人 不能聊天 而且用的那种江苏的一种说话 像搞出了唱腔的 给你说 啊这样的 我三冬水 吃一桶油 然后再练给我讲 我说你这个原理怎么来的呢 他说 这加热吧 油的比重呢 比较轻 他说那些渣子啊 都在上面 用镀勺 就露起来 他说这上面 挑成是一层油 很有量很高的 用在咬子咬起来 倒在一个桶里 这个期间呢 我就见到他用镀勺 有方便面袋子 有瓶盖 有筷子 那些东西 都放在一个地方 一个桶里 他还很信心 他给那个瓶盖 和瓶塑料的 都系在一块 这时候我也帮着他练了 他也挺喜欢我 因为那个时候嘛 他这个面油人 他是最适合这几层 他很难得 在九十年代 一个穿西装的 又是个酒店的 大堂经理 又跟他这么聊天 这么好 他觉得也受尊重 对我非常好 我就一个人 这个时候一个人 然后旁边的人就帮腔 旁边还有两三个面油工人 他就说 这油啊 我们加在硫酸 我就把它当物质 就沉淀了 那三国重帮 我在加的碱 就中和了 他这么说 我不能听啊 我不能就将信就信啊 我又把这个证据取回来 我又回到报社 通过报社打电话 打到当时 有个叫抹黄 黄屁的黄 这个联油厂的工程师 说是这样的 就是通过三碱中和 得出来一种液体 然后呢 是我们 我们会收购这种油 通常是跟 去右拖工艺 我说什么叫右拖呢 那是没有浮量网的 一个记者 就是这一行的 你要拖三 他说 要拖胶 拖水 拖臭 拖汁 他说我还可以给你 拖成什么呀 色拉油 拖色 色拉油就是我们平时 吃的那种油吗 对 色拉油叫石拖 拖胶 拖水 拖汁 拖臭 最后你还可以拖色 把它色拖掉 事实上是有这个技术的 类似一种 类似像国家机密似的 我们拿到 防疫弹去检测 防疫弹检测 除了他大肠杆菌 拖标外 其他方面 他拖着可以吃 那当时那陈师傅 你跟他练完油之后 他在把这油往上 哪个环节去运送的时候 你还跟了吗 跟了 那这个时候 我就拿了一个创前水瓶 自己用路勺 然后给垃圾产出 这种油 这种混合油 起来他一个 这么加热分离的 水油混合的这个 酱油体 我拿了一瓶回来 拿了一瓶 从陈师傅上拿的 对吧 我的陈师傅上拿的 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油 这种 因为当时也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工艺 也不知道这个 对社会的危害多大 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说法 然后我回来后 领导又指导我 说 你一定要见到 他的油 油样哪里 谁收购 大概是 七号八号 九号 我都带了他在里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一进了 要告我 你这个运到哪里 你规模怎么样 我好可以给你提供 是吧 他说可以 我们的老板 回来收 我们老板那里人 也是江苏的 江苏泰县的 一个老板 就是他收油的老板 来了 是吧 3月10号 这个期间呢 我已经起证了 起证了油 也拍了照片 我照的不专业 而且是 不慢慢躲着 厕所里照的 因为人家是 三四张眼睛 盯着我 我这里 如果露了马甲 这个就泡汤了 我就去着 他那个毛吹里 去赏料 露着他那个毛吹 那个楼尾 类似那种 那种 木边网 那个孔 拍到了 有了证据 就像警方起的 我有这个油 分合油 我也有了这个 电邮这个照片 再给领导说 领导说 明天要见那个 他在后面 收购的幕后老板 那么现在想一想 他的所谓的幕后老板 他也是这个 院条中的 其中一环 这不是最终 他接听三 然后这个 第二天 见他了 三月十号 这个时候 我就打电话 你要看到他来 你才能 你才能给领导 说让派 专业摄影记者过来 当时 达房部主任 叫任天阳 就带着一个 摄影记者 叫王景春 是你校友 去摄影 然后他就来了 他很专业 他就跟你一起去了 是吧 我约好点 我要到现场接应 三四张眼睛 睛我一个 我做什么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三四张眼睛 睛我三四个 他就顶不住了 那个王景春就 啪啪啪啪 拍了 所以现在 你在互联网上 现在有的一些自媒体 说的地沟游 怎么怎么 还有监视剧 那个地沟游 有那些摊摊 就像有的照片 是引用我们 南风都市报 最早的那个照片 就是当时 你们在现场拍的 对对对对 主要是我拍的 还有一个 大洋冲后面 拿着地沟游 那个是王景春拍的 当时你们在现场的时候 那个胡老板 就已经来了 是吗 来了 胡老板呢 他果然也有老板犯 人也很清静 那个时候都不设访 就是说有访备 他就也觉得 我的出现很诧异 从前有人一看 那就是那个 出发这几层 那一看我们不一样 我说这是天河宾馆呢 哎 这样就过去了 因为我有这个保安背书 我说天河宾馆呢 我也有卡件 卡件就是天河宾馆的 格式卡件 我写个名字 有我的手机 他也没有怎么建议 我就问他在哪里 这个胡老板呢 略有警惕 他就说 我们要商车 商车装到 白营区 白营区 我就反问他 担心哪里 就告诉我 大狼 货运站 那他当时是在这个 陈师傅这个地方 收他的油嘛 对不对 收他的油 他收他的油的话 那就是陈师傅呢 他是收一桶桶的 在青年桶 我们一样的那种油 一桶一桶的 这个 这个胡老板 他就开了一个车来了 一辆 五吨这样的货车 就把那个油桶啊 搬上去的 当时很麻利 当我问他流向的时候 他很警惕 最后像洗牙膏说的 大浪会议站 这时候我就紧急 告诉接应的 我说你们准备两辆车 两辆摩托车 我们就跟 我们从这个 广州的天河 跟到石井 大浪会议站 这个石井 也就是现在的 中国南方最大的高铁站 那你们跟他的时候 有跟那个老板 那个胡老板 打招呼吗 没告诉他 然后我就见话指挥 我说分两辆摩托车 咬住这个货车 只要交警不干预 你走到哪里 就能跟到哪里 就跟着这辆车走 对 然后我们就追 居然我在大浪里面 那个会议站 查到了这批货的 会议单 然后我们又跑向机 是跑铁路的 就通过铁路的联系 把他这个会议单 是哪一批 终点是长沙 那你们当时 到了这个货运站的时候 那个胡老板 有发现你们吗 没有 那他们在运货的时候 进货的时候 你们就在旁边看着 偷偷摸摸地看着 偷偷摸摸摸 这时候我就布局 指挥是我的 我是说到了那个货运站以后 那他们往里面进货吗 那你们怎么看得到呢 我们到那里呢 我就要通过 好像记者 好像记者就问 这批货到了哪里 那个时候的记者 和这个单位的关系 非常融强 这个时候我记得 我还和那个货运站的 一个教度 通电话 这个教度是个女士 然后我说 我要上你这辆火车 我说不行的 我们这个不能 那个货运车不能站的 我说我就坐在 你的司机楼里 因为我至今 我不知道货运车 是怎么运转的吧 然后我们谈了 大概有半小时 僵持住了 是不行 它是汽车 汽车运输是吧 火车大郎 货运站的火车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保守决定 赶快买票 直接去奔到 他的目的地 因为我知道 货运站到了 你知道货运站 货运站号也要到了 终点是 湖南 长沙 还有马王堆 叫下下 马王堆 叫下下 我去的 我就一轮过夜晚 那时候年轻嘛 二十多岁 我就跟着这个路径 如此东西 保守又和 湖南的 长沙三乡都市报 的一个老总联系 就是我们有个记者来 你们要保护他 要派个当地 会懂湖南话的 跟着他 我记得 湖南就派了一个 被销的女记者 我现在还记得 叫销树人 我估计他就是那里的人 我又要这个销销像嘛 然后你记住 你做一个报社 如果你这个领导 他就有一种 像打仗的思维 这么年也好 你是没有风险的 你是没有危险 我一去了后 应该是三乡都市报 派的车 我就直接跟那个 马王堆 到了终点 我要进去 别人说 这个车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 我的里面的 那销栈巷是什么地方 马王堆 销栈巷是一个龙田 龙田里面的 搭了很多棚子 那个时候 一片派地里 起了一个叫工厂 这是一个工厂 这样的 里面我去了后呢 湖南的 那些老阿姨们 在里拨蒜 一堆堆的 大肠豆的肠豆 在整理 一堆堆 老远就闻到那个 然后我去了 村长 就是姓蕭 还是什么样的 有三个队长 两个队长呢 对我的态度就很差 有一个队长 对我态度很克服 其他两次呢 就撵我 我也在里面 也拍了照片 也挺正的 你当时说你是记者了 那个时候是记者 他怎么跟你说的 我现在记得 好像我回来后 这档打电话到报社来 说了一些蓝天的话吧 带一些威胁的话吧 我不怕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只有记者 我才能这样的 我记得这个时候 叫三月十二日了 我的证据链 那个时候没有湖南网 我的证据链 是由我取证 链油 和货运 要走到那个链油厂 到了湖南长沙那边 那个厂是食品的厂 他这个批货 他进了食品厂的仓库 这个食品厂的仓库 然后呢 他的牛项又和 马王堆消架项有关 那在那个时候 我是靠这个证据店 你并不能 你网速下接论 那么就引出了个话题 你这种油 怎么能进的食品的仓库呢 那这个油 他们进到这个消架项 还在继续加工吗 还是直接就进到 食品加工 要继续加工的 要进到六拖 六拖工艺 就在消架项 这个地方六拖是吗 在那个汤区附边 都是这个油 就是说六拖 这个六拖工艺啊 就是外行人 觉得很复杂 外行人很简单 就是脱酒 脱胶脱水脱兽 对于我们过滤宽泉水 就是这个原理 你看那黄黄的水 一过滤 然后过滤成甘甜的几心水 就是这个原理 那在现场 它六拖那个过程 你见到了吗 那个见不到 因为它是 进的食品厂 进的食品厂 这个是由它这个发货单 来形成的一个证据链 这个地方也是加工油 加工这个叫 瘫豆 加工这个酥白酱 这样的一个证据链 但你怎么能知道 就是说它进到 这个加工厂里头 它就要进过六拖 然后再进入到 食品行业的 流通市场里面呢 因为我们的记者 通过这个时候报道 也严重的当地 也去查过 也证实了我们这个 这个链条是正确的 你作为一种汇品油 你进了食品厂 你这个首先这个就不规范 然后你这个油 又和这个 当面的加工厂 关联在一块 从那个食品管理规定 它已经违法 那这个 它那食品 加工厂里进去了吗 进去了 进去了 我建的就是刚才 我所说的 从头到尾 一望无际的 因为那个词 大棚里 剥了大蒜 大蒜给皮剥掉 这个南方人 要吃那个拉拌酱 大蒜和辣椒 要倒油泡 还有一些残豆 大残豆 要用这种油 就是你进去以后 它实际上是一个 加工残豆和 这个多半酱的企业 是吧 对对对 你现在来看 它显然是不合规的 你这个地上 也没有脏修 也没有什么 风铃机啊 就是敞开着的 那个大蒜 残豆 地上就是土 那你进去以后 看到这批油 在这个加工厂里头 具体怎么使用了吗 我是看到这里的 加工的实体 那你有问这些 有问这工厂里的 工作人员吗 有和这些老大妈 我们说 这个油怎么来的 他就说 我的油是同一个 老板配给我们呢 你当时在现场 有没有确认 就是这个 胡老板运送的 这批油 它就是在 这个残豆和豆瓣架的 加工工程中使用 它是到这个 这批食品加工厂的 油窗 仓库里 燃料窗 这批油是进的 食品库里面 是确证的 在那个年代 食品库附近 都是找加工 到了3月12日 我起的镇后 我待了两天 3月14日 我们那个 当时那个主任呢 小郑震阳 就说 你赶快回来 我记得 还要继续大盛光 他说你回来 明天就3月5吗 我们3月16日要出版 你3月15日 要写出来 于是呢 我从 紧急从湖南回来 3月15日 紧急赶稿 写的第一篇报导 叫什么呢 地下作坊 倒水其量发生 由本报记者 月香千里追邮记 这是第一篇 然后呢 3月16日 这样报的 3月16日 3月17日 就说 神秘买邮人 陆续现身 也跟着我调查的 然后第三篇 就是3月18日 我们又说 乌兰长沙 烧水油 大豆腐 第四篇 我写了 使用烧水油 医治癌 广州市 卫生防御站站长 萧丁全 就本报报导 大记者问 第五篇 读者来电 痛指烧水油 五天的时间 联系报导 当时叫烧水油 并不叫地沟油 是吧 对你们报提 烧水油 是我起的名字 因为我报提的时候呢 我们要三个名字 送老总写 一 地沟油 二 烧水油 三 干水油 那么呢 因为我是南汤这边 成长的 小时候我就记得 这个是烧水 我当时还查了一下 都领导就说 其实叫烧水 这科学 地沟油的就是烧水 烧水油产生的 烧水包括了地沟油 地沟油还听得更恶心一些 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 网中审委机关报 南关日报 图版转载了 就是我写的这系列调查报道 他就提出来了 湖南警方也联动 这批收购油的 还这批加工的进行处理 其实他这个里面是个链条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成熟不炼油 他最终他不知道 他有该去向何方 不是不收油 或在后面的链条 也不是他的事 因为当时呢 法不禁止 记许可 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就是我这个报道呢 他就促成了后面的立法 其实这瓶电油人呢 他们是勤劳的 他们靠这个 在社会最底层 他们是很辛苦的 这种留下哪里呢 他也不能把握 那么我们就是 通过这个系列的 就是你这个提炭油 你进了食品庄 然后旁边有食品加工厂 通过这样的呢 来服务国家关注 这瓶电油人 你最终去哪里 然后那个当时和我联系了个 叫胡先生 就逃回了这个列德 最后应该是八个 被我们广州的 山河警方抓下了 就是你们报道以后是吧 报道以后 那城市不被抓了吗 那个我就没有赶在联系了 正因为这样的 我回到报道后 我收到了乌兰小带相的 那个应该是队长之类的 打了电话了 就说你 早知道我们这名人 被抓了 当时我这件报道 我我不知道他今天 我去交给警方 那么警方他后面 才有升官的审讯 因为在这次报道中呢 我积累了经验 就是在搞调查报道 就是看图书画 你拍他的视频 拍他的图片 你围着这个图片说 因为那个时候呢 中国已经有了这个 新闻政策法律 法国人一种意识 你拿不是证据 你很被动 然后那时候呢 我们那个南方都市报的早期 积累了一批 非常专业的编辑 编辑也是这么要求你的 你写什么东西 你要来源 你每句话要来源 去什么 你要拍照照片 是哪里你要照片 没有就把这段话 已经抹掉了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篇报道呢 给了官方认同 就是让广东 我们政府 和消费者 和读者 认知了南方都市报 那时候告诉大家 我进南方都市报的时候 发行量 印扎是五千份 就整个报社一期 对 印扎五千份 通过这个事 一下子飙升了 在那个报道期间呢 那几乎是 视频人手 捧着一份南方都市报 你这个报道完之后 你一开始说 你这个报道完 促成了一个立法 是吧 那是怎么回事 这篇报道 在接下来几年里 通过南方都市报 和通过图行 各地转载 各地部档更新 然后全国各地 都知道了 这样一个秘密 都路路续续的 于2010年 促成了全国人大立法 将帝国有 非收 乐与部体会物 废物 回收环境保护法 平致上党 那都很多年以后了 12年以后了 对 因为这期间 我们一直没有停止 这个期间 我还在主导另外一个新闻 因为我提了这篇报道后呢 递交了很多朋友 我在面游行业 就找我聊天 其中有一个是 六七年代的工程师 他说当年呢 给中日友好的时候 日本人就卷在了一群 叫清除业的设备 然后呢 当时文革期间 应该是王洪文 他就站在给他家乡 吉林 东北老乡 在面游的时候呢 就发现汽油超标 食用油里面 倒在锅里 一下就去火 就是那个时候 那时候人的观念 就是两样观念 反正的破坏 然后就查 一查 当时就是 北京去了这个 住的人工程师 就是我们爆料理工程师 发现去查 发现呢 把汽油超标 那么食用油里面 怎么有汽油呢 因为中国的食用油呢 它提供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压榨方法 一种是清除方法 压榨方法 就是物理压榨 这种话 就是用化学 汽油 叫清汽油 汽油分为 清汽油 中汽油和中汽油 将你的一个太子 和八生 或者是黄豆 一起清泡 出现一个混合液 然后汽油 又到了一个反应符里面 那个混合的油 又到了反应符里面 通过加热 通过它的底重 分离 就像一种 在食品行业 叫食品清除液 在利用上 我们说列德 那个炼油 六头公寓一波 由于这个是个行业基地 它没有向社会公布 那么呢 所有人炼油的人 都说我是压榨的 也不标明 我们的汽油 含油量 那就是说这样 这样的一个 你说炼油的方法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 这个对人体的健康 有好处 或者说有问题 是吧 对人体相当有伤害 其实这个汽油作为 进出液体面 是19世纪 在欧洲 已经用了一项科学来的 只要你六头它好 你有一个标准 普遍用的 现在中国的 全世界食用油 就是压榨 进出法 两个方法 就是说 就是说现在也在用 是吧 这种方式是吧 还在用 那它的问题主要是 它这个进出液的过程中间 工艺不合格 导致了汽油在 在那个 在那个食用油里头 残余量很高 是吧 汽油汉量当时 我了解的 液体调整 叫APP5 就是百万分 只能含5 这个工艺 是没得说的 但是它也涉及到什么呢 老百姓不知情嘛 当时我就去了 我们广州市 千金家 有个瘦狗领 有个实体学校 我就要买这个 清除液的中意 我要买那些设备 它就给了一套 这个提电 清除液的工事 因为它这个实体学校 它这个工程师 它教这方面的 它用了汽油 什么样的那个设备 过例放在凡言符里 然后再进行 绿六拖 它也说 如果进行石拖 我只喝辣油 然后我就跟着它 给了公事 又报题 这个时候我是 另外一家 报业集团的 调查 记得了 就已经换单位了 不在南方都日报了 去哪个报纸 那是广州日报的 此报 信息时报 信息时报 我知道 然后呢 我就跟着它这个公事 跟着它这个信息源 我就去了阳江 广东阳江 一个炼油厂 那就北京 一键三十号那样的 一个化工厂一样的 都是反应符 他们才冒得气 我就说我是要 为了收购你的油 我要和你合作 那个老板呢 很客气 我带着一个摄影记者 我但没有进它油厂之前 它那个油厂露天的嘛 那个是发不住的 我就让摄影记者 我叫它拍 再次我证实了 我给这个视频注意学校 给我这个注意正确的 它也是按照这样来的 然后我就回来后 就写了一篇 叫 使用油 原是机油清淀层 本报记者 诸家建议 全国使用油生产行业 阵行数年的 自由基础法资产工艺 这个工艺以前是作为 像国家经营一样保护的 老百姓不知道 只有一些工程师知道的 然后呢 我就起来看 触目继心 我拿了这个二等油 一样的油 这个油啊 就给我去萧家乡那里 因为这个时候 法无禁止就许可 阳光照不到地方 就有黑暗了 因为电出油率高啊 百分之九十六点几了 比那个物理压榨的那个高 知道 就是这个 那么汽油清除法 其他的油啊 油渣就不能用了 也不能喂猪 也不能喂牛了 但是做肥料都够肝 它就是彻底的榨干了 所以呢 这是个行业经济 那么这个报答就是技巧 你不能批判它 你不能说这种电油不行 我就是看了 你这个叫消费者知情权 然后就引出了个话题 广东省消费会认为 油厂应尊重消费者知情权 公布生产工艺 让市民自由选择购买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中国老百姓吃油啊 都要标明产地 等级 许件方法 而在这之前 在我没有报道之前呢 是 法无禁止 即许可 然后我从这个知情权的方面 抽成了广州市 开了一个会 叫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财经委员会 副主任吴亨光 广州市质量监督管理局局长 戴昆丰 还有广东省消费委 主任江烈华 还有广东市工商管理局 还有是政府办公厅新闻处客展 以及卫生建议局 还有深圳市油纸的 还有一些各方面 还三种卤花的 也让他参加了这个会 就告诉你 要将油制定标准的 如果要是用汽油浸出的话 就是有一套所谓的工艺标准 那汽油含量不超标 是这意思吧 对对 于是 当时这个吴云光 这个老局长 将我的系列报导 诸体成的一个色子 就渠道送到了 当时的志荣基总理的手上 然后不多久 就告诉我 志荣基总理批的字 要求人纳理法 说志荣基油 继续标明产地 几点方法 在以前呢 我不标明是合法的 因为法不禁止 那么这个事也抽成了 他志荣基油的后面呢 你看你在淘宝上打开 还有哪个检测 特别有那个证书的 那么我现在今天啊 借我们 黄菊这个平台 如果用我们中国的 服务员的看 我们黄菊这个节目 我又再次 给我们的中国的 制药局提个写 三年前 我们中国的 声务管理很非凡 一直是按照 我当初那样 说立法那样的 这三年期间 退步了 因为我在淘宝上 在京东上 该标明的一些地方 又开始模糊了 它图片上模糊处理 怎么模糊的 因为清除法 清除法提炼的 它不标明 出现了 模糊的这样 叫笨诈 什么叫笨诈 笨 笨诈诈的笨 大有的诈 笨诈 有的根本就不标 那这个笨诈 实际上就是一种 清除法是吧 笨诈应该 它是想吸引 它是物理要大 它带诈的嘛 清除法就是 化学提炼的嘛 照整规范 你看你今天 你在淘宝上 要么就是清除法 要么就是压诈法 你不能用 其他的字来形容 什么笨诈 什么东西 有的不标明 而且还是触目击心 我既然想找一个 淘宝的清除法 这样的 一个图片 我很难找到 而在疫情之前 我一直在关心这方面 疫情之前 大家都很规范 都感到那个罚款很重的 按道理来讲 就即便是 大家生活水平 你说可能因为疫情 稍微有点下降 但是对于食用油来讲 其实它这个生产工艺 标明清楚 保证每个人 使用的食用油 都是用一个 标准的生产工艺 生产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 欺骗的底线 对于中国来讲 那为什么会说 疫情之后 就会发生这种退步 就我还挺好奇的 人的生活水平降低 要去品牌化 你懂得 消费不起了吗 包括我们穿着服装 过去是年 还年多少的 现在就 也不说你还年多少 其实你60块钱 买的一个就是花钱的 也模糊给你标 你再看淘宝 你买服装 60多块钱买的 他也不跟你说 是还年量多少 多少 反正就是合成 或者怎么样 可以模糊 这种消费者法 也要明明白白 告诉消费者 那么食用油 是否存在这种现象 另外还提出问题 我这篇报道 在疫情之前都有 去年还前年 我也查到了 但今年根删除了 没有了 就是你当时 报道这个地沟油的 还有包括那个 就是所谓的 用汽油什么 来那个浸电 是食用油的这个报道 都没了是吧 在网上 没了 这个地沟油没有了 那是油气不一样 那个时候负量网 不发达 那这个食用油呢 是在前两年都有 而且呢 很多人还经常 我这篇文章写 这一看的那篇文 是挺专业的 还引用了 我看着它 知网上都有 引用了这篇文章 但是呢 根删除了 这篇文章没有呢 因为也是一些 食用油厂家 一块新品 就是你写这篇文章 对吧 对对 因为我看他们 经常写小读文 来批驳 就是说 这个清除法呀 也都可以的 这个和我的观点一样嘛 我也认为是可以的 但是我当时提出 是知情权 所以我这篇报道 我能站住脚 就是知情权 那你这篇报道 被删除了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 因为很多 这些 有很多事情呢 它参加了一些 其的行为 这篇文章 对清除 中益的 链油厂 它生产的 生油 它的销量 会有一定影响 那么它是否在中间 正删除了 它这个违反 不连网的管理规定 我现在逃不到了 你也没问是吧 我现在已经归隐了 那我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 你当时做这个 滴沟油的调查 你也通过这个 滴沟油的调查 促进了国家的立法 但是呢 你看到最近三年 虽然说 当时你们有立法了 但是实际上 现在这个行业 又慢慢慢慢的 开始倒退 又回到了 就是立法之前 那种状态啊 就你说的那个 就是它不再标明 这个清除法 也包括那种压榨法 那种方式 你自己看到 这个现状的说 你是怎么想的 这是大半年有关 这个就是 叫去品牌化 用一句话说 就是去品牌化 经济下行 过去走品牌的 慢慢就 退到去品牌化 无论是其他商品 这个包括这个食用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你们 这个调查的那个时代啊 它是因为 没有法律可依 对吧 就是说 其实国家并没有 针对食用油的 这个来源嘛 也包括这种 废油的去处 有立法 但是现在已经有立法了 那为什么 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仅仅就是因为 经济下行 所导致的嘛 我相信啊 即便是现在的 经济下行啊 但实际上比 十几年前 当时的中国的 经济状况 要好得多 对吧 因为毕竟 这二十年来的 经济发展 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那现在的经济体量 也包括 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肯定比二十年前 要好得多了 那那为什么说 现在经济 仅仅下行一点点 就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压榨油 和包括 进出油这种方式 又开始 倒退的这种现象 王菊大哥 这个回答好 这就期待 来看我们王菊 按这个节目的 公务员 接下来 该组织学习 该组织 怎么样的 来 针对这个现象 来处理 他们应该去研究 研究这个源头 还有 我这个 写的一个叫 在大洋网上 曾经出现了一个叫 直动油 原始汽油 七年成 这个系列报道 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要查一下 是否是油厂 来让它撤的 还是 漏洞 bug 那么应该拿出一个国家 拿出一个方案出来 我们公民部应该交查 随便 但这些东西 这些也是 违法的 你就是说 把你当时的报道 从网上撤掉 其实这也是违法的 是这意思吧 对 因为这是一个 党报的指导 那我问你 那你就你自己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 你肯定 我相信 内心里头 也有些猜测 那你觉得 就是你这些报道 从网上下架 到底是什么原因 无非不是两三种 一种是我作出的bug 有价bug 他自己在 二种就是 油起 做清租油这个行业的 你这边把他挂在里头 这个个影 无非不就是这两种 那你觉得 哪种可能性更大 那个无法判断 我是看图书画 我要看着那个 国家调查这方面的 那您这个做调查记者 这么多年 后来你为什么 要离开这个职业 我是2013年离开的 作为一个记者 你长期做调查记者 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你如果说 你不严格要求自己 你如果说 你不机制 你可能在哪一个地方 被人坐掉了 你都不知道 因此在搞这些报道中 我就这里有了一个 叫反侦察能力 其实这个社会 还有方面的人和事 它对我有一种反作用 其实我都掌握在心里 住楼上 我们有得罪人 但是得罪人 也有一些小人 因为有的人 你让他的犯罪宗旨 有的被抓了 他欺负你 那这期间 我就会发现很多人 不美其妙地约你 那你离开这个职业 跟你就是说 你做调查记者 这么多年 得罪了很多人 你其实有点怕有关吗 是的 因为我们做记者这一行 我如果说 我的人 对自己 不要求 严格 不计致 我肯定死了 恩都回了 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了 有比较现实的 那种具体的威胁吗 有 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我搞调查记者的 必须这样的 因为你知道 你的胸娘在哪里 你出行的时候 有车跟你 然后通过第三方 来跟你 结果第三方 多少年后 又跟你说 我当初啊 我跟着你 所以叫我跟着你 其中有几次是 搞治安的 这帮的一些部门 获取了情报 他救了我 有的是 叫我注意一点 有什么样 因为你要想一个记者 你被人暗杀掉 或者被人做掉 那是很大 这才治安也不好 所以说呢 我跟别的调查记者 不一样的 我还很感恩 我如果能活到今天 我感恩那个游击 有一个杀手 都杀掉我 真的有 真的有事 真的有杀手 要杀你了 都被抓了 是吗 那是什么情况 这几个人呢 应该是 没有判死 都将杀 因为我也做得 很规范 也 没有伤害他 因为当时 他放了我的时候 有一个中守同盟 说你给我放出去 我不会 对你进行伤害 我也不会 就只在追了 你就不报道了 是吧 就不报道了 是吧 当时是把你抓的 一个地方 关起来了 是吧 对 在保护灭口 其实即便是靠你 自己特别小心 也很难以保证 自己的安全 是的 你觉得公安 包括社会 包括报社 给你提供的保护 也不足以让你觉得 有足够的安全感 来做这些事 是吗 对 但是呢 我是很幸运的 能喝到今天 还是报社 和公安 给了我很大帮助 通过这个 通过我的 拿出证据 做成行业立法 我不是针对 某一个酒楼 某一个企业 某一个电邮人 而是针对 这个行业现象 让大家看不到的 在法理层面上 来让他进行改变 因此在这个报道中 如果都对了某一个个人 因此被判刑 或者受到审失 招待贵手 记得黄吉利平台 我们从此 就说清了 也不要耿耿入怀了 对我们每个老百姓 都是有 是一个福利 那最后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 调查记者的职业 在一个时代里 在时代成就调查记者 这句话怎么解释 我正当我来说 我做了那么多报道 没有被伤害 没有被灭掉 我认为是那个环境 成就了我 没有那批引导 您的意思是说 假如在今天 其实你再去想做 当年的那些调查 实际上是不太可能了 是这意思吗 是的 就是不太可能 有这样的政策环境 也包括那个调查环境 报纸都没有了 很多报纸都没有了 不如光报纸没有了 实际上很多媒体也没有了 其实调查记者 这个行业 在今天的中国 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因为你一直在这个位置上 你说的我信 好嘞 好那那谢谢您 我那个 因为我五点钟 还聚业了一个采访 我这个时间 我没办法再跟您继续聊了 我知道您可能还有很多想说的 那个 你和他都是裸着的是吧 二十七八岁的 要的女性在自卫 然后那你说的老当 不是打出来的 认命的 而且是花钱 这个劈了趴了 全权到肉 他是现在起诉他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呢 是受贿 帮别人接受招嫖啊 对 在看守所里 打了一顿 辣椒笋电棍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